刺杀小说家的主创 雷佳音 杨幂 董子剑 郭晶芬 欢迎老师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来 请坐请坐请 来 请坐请 李雪芹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他是忙忙弄的 来来来 你今天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给我打 找着 我有点枪套 枪套挂身上了 是不是他卡喉咙 太勒了 我整个人都会吐了 都是节目组设计的衣服 你们坐吧别的节目 坐着聊呗 这节目组老有品 咱们先看看雷佳音 哎呀呀呀 全是细节 练条男孩 他是我们的练条男孩 哇塞 都不知道这设计里面 细节太多了 都不知道看哪里了 是不是啊 那你们为什么不换 那些是扎肉上的吗 哪是扎肉上的 不是 来来来 坐呀 这个 哎呀 大家都很客气 欢迎四位 坐这儿就挨着我 看着愿不愿意 坐在这边享受我的按摩服 这么好坐我前面 来 各位咱们跟 岩石是吧 对 有岩石这个 他还没到 你们的人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这个上有延迟几分的 咱们先打个招呼吧 跟观众 看这儿是吗 对 我们这个节目叫 《营业吧王牌》 对 跟我们《营业吧王牌》的观众 打一个招呼 往哪儿 我们这是直播啊 直播啊 直播啊 现场 现场也只指挥一点 但是也是直播 来了来了 来了 你们才进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个其他小说家剧组 正常点正常点啊 好好好 那我们就直播 不搞好 聊聊被 唠唠被 不介绍一下 这个 是定档了吗 这个已经定档了 定定档了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啊 好日子 你怎么坐后边啊 没给我安排啊 只是因为他们把我处在这儿 我还是很紧张 这个节目主要是李雪芹的节目 正好你们宣传宣传 每个人在电影里面的 对吧 角色啊 你雪国列车还在吗 你看你想往哪开 哈哈哈哈 他跟那个王建国有个相关 啊那我知道了 啊那我知道 你知道啥呀 王建国在对线吗 对 你知道吗 人家所有段子你听过吗 听过呀 我都听 你随便说 我们俩好搞微博 是不是互相关注过 关注没有 关注过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啥呀 关注过后来又取消了是吧 哎呦啊 我就住过 好像有印象 我看过你跟你老板的那个段子 啊我也看过那个 半夜三点钟你打电话 啊咱们还聊 我再不发问 这个主控前你就完了 变成你的了 人家小说家了 人家电影都宣传不出来 对聊聊小说家 但是各位在小说家中扮演的角色是 角色和关系 先说吧你横 我横啊 我团大是吧 我我演的是一个 会特异功能的一男的 嗯 然后杀小说家 铁头弓 不是铁头弓 哎他是有特异功能了是吗 我会扔石头 会啥叫会扔石头 就是指哪打哪 我会扔石头 厉害了 这是也是改变的 就是小时候练弹球练的 插插 他有那土葬糊 你吃 这不搭了 你吃 哈哈哈 这轮一下土葬糊 指哪打哪 是这意思 然后我杀小说家 要杀小说家 对 他小说家 我 你帮我介绍吧 已经写了 写了小说家 小说家 嗯 小说家 小说家 别紧张都说两句 哈哈哈 你本来说你就挺惨怪 小说家呢 然后呢 演一个小说家 一个屌词小说家 还演一个世神少年 你叫什么呀 我叫东子健 哈哈哈哈哈哈 演两个角色是吧 直接认识的 对 那都是两个 我没有 别这么说我不是 对不起 杨敏演的是 哎呦杨敏 介绍介绍 你也不是两个角色 我刚才想出来 我怎么不是 我两个呀 你哪有啊 你就那么点戏 还有两个角色 我待会留着压轴好吗 好好好 我看过 我这故事 我这有故事 有故事有故事 我不重要 我先说啊 我是那个演一女 演一女的 演一个 这样的女的 对 萌萌到里面 大长腿 踢雷加音 对对对 喜欢 是反派吗 跟谁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跟他有特别的关系 谁辣特别 多特别 好特别的 我属于他马仔 他属于我领导 差不多哈 嗯 差不多就是 对对对 很好 反正我们关系很好 有很多互动 你别骗我们 李雪芹可是看过原版小说的 我是说 我们俩有很多 我们俩有很多互动 反正 我也看过原版小说 跟你看的一样 不是 他改做了很大的改变 对对对对 非常没有很大的改变 太好 太特别好 该我了啊 李佩根呢 我这事我跟你说 我 我要从头讲起 嗯 都照过 我的经纪人跟我说 路阳是一个特别 不至于这么长 哈哈哈 这点这么长 我很快 我点些面 找都非常准 哈哈哈 说路阳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导演 肯定那就 就专隐喻吗 对啊 雷佳音 哦 我说那那那那 你这故事还是确实有点长了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这是一个并列男医 我说 哦 那我明白了 那我说 那我演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个定的小董 啊 哎 那让我演女医吗 那女医杨幂 他说 静飞我实话实实跟你说吧 我们这回特别需要你 你不露脸 你演一件衣服 哈哈哈 真的吗 我真的演一件衣服 衣服咋演啊 所以说 就是说 这个对于一个表演艺术家来说 一生都在 雪芹雪芹 让你把握节奏 看到没有啊 哈哈哈 让我打断你 哈哈哈 就让我打断你 那我不想打断你 我就我就演了一下衣服 然后还演了一个衣服的素质 故事挺长 露脸吗 你在电影里面 不露 知道 你来这儿啥事 大家会知道是我的 今天所以我 我今天就告诉大家 是我演的 哈哈哈 大量参加电影的宣传 大家知道自己有参与 我我在看那个 我在配音的时候 把整个电影看了一遍 找到他们 就在找 哈哈哈 哪个是啊 说这是自己演的呀 你那个没找着吗 真没找着吗 就是找了一下 反正 天呐 那我们这个可以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话题 大家来找郭敬飞 对对对对 哎 我是来宣传 拍了多久呢 在电影剧组里 啊拍啊 基本上 呃 天天都去 半城 跟了个半城 对 啊 我正好在 在那边 他们我们都在青岛拍 然后那个 我在另外一个 他们在黄岛 我在市中心的拍电视剧 隔三差五的 我就得过来 比如打电影 看完我再回去 嗯 啊 你很重要啊 我重要 很重要 嗯 对 虽然没没没有露脸 但我真的很重要 一听就不是很 哈哈哈 哎 其他几位 有没有就是在拍的时候 就像像京卑哥这种故事啊 就是被忽悠的呀 或者是 他没有被忽悠 不是不是 他很重要 没有被忽悠 对啊 这么大一电影 来了一种姓 对 而且关系好 对啊 开心不 开心吗 我给你当托呗就是 当托 开心不 还是很开心的 对 对 还真是 那你其他几位是怎么 就是 就要演这个电影 我演的是东子健的衣服 我一听说这部戏 有雷佳音老师 有郭晶飞老师 有董子健老师 我就来了 嗯 你少来 先盯着你 先盯着你 哈哈哈哈 当场揭穿 哈哈哈哈 我是因为就是慕名而来 因为几位名气大大 然后又演技又好 我想多跟他们学习 我也是带着这种心态的 我觉得就是我 哎你们能不能好好说话 说点真挚的 是真挚啊 恋条少年怎么 你有什么疑问 我说实话 恋条少年 说 我当时看了一半剧本 你都剧本都没看 你太过分了 看了一半 你看不懂是吧 你看到一半 怎么这个字怎么 看不懂 就勉强看呗 看了一半 其实看完了 但只看懂了一半 你别皮笑肉不掉了 别紧张了 我都认真了 我都认真说话了 我看一半剧本 然后那个 就是导演带着我把剧本读完了 但是我带着读了 看不懂了 他好多字不认识 看不懂了 行行行 然后读完以后 我发现这是个好剧本 合同没白签 我就来了 合同都签完了 他发现没白签 因为因为我跟陆阳导演和秘密 咱们合作过 之前拍过那个 秀清高 嗯 比较了解 就是本子好才去的哈 对 紫剑有我也就会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啊还行 就是本职工作呗 是 往下讲讲 哈哈哈哈 你现在好像是一段 讲解 好轻 好轻描 但是 本职工作呗 但是电的很猛 反正就是开机之前 自己先练两个月 然后进组又练了一个月 然后就拍呗 拍完了 二十多斤 二十多斤 一共没有 第一个月瘦了二十多斤 然后后来一共瘦了快四十斤 你现在又弹回去了吗 弹回去了一半 哈哈哈 我去剧组的时候老惨了 躲在一个角落里 像一只流浪狗 饿的 完全不敢看 他们叫像 就是是吧 都为啥眼衣服也得 也得剪啊 得挂在那儿嘛 我没剪 他说他呀 我不剪 但我也得剪 我前面有个模 他是该剪的 但反正没看出效果了 打断了 节奏 完了 稀罪 把握节奏 来之前 陆阳导演在群里 让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硬核 硬核 重要的 我们对电影的那个 slogan叫什么来着 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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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幻大片 十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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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工作人员急的呀 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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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最帅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要不先商量一下 先商量一下 我都记下来了 大片啊 我们真的看过 好 虽然我也是 我们在拍 我们在来之前 这没法剪直播的 哥 再来一遍有啥用啊 没事 主要是刚刚那边 太不真实了 我们来一二二三 我们是硬核 硬核 可奇幻 奇幻 两个世界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最爽 最爽一战 最爽一战 这个正经点啊 这个负点绝点正经点啊 虽然我们四个很优秀啊 看我们四个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这电影最好看的 其实是我们那个流量地球特效团队做了两年后期 特效超级的 特效很猛 就是叮当的爽 啊 他就是特效团队 对啊 在我身上花了好多钱 真的在我身上花了好多钱 这个衣服 我们十了说 票房过亿 咱们都十上人了 票房过亿 我就再来选情直播间行吗 这期票房过亿 就吓得 我想再来 打个业之后了 你还得过来等一等 你是票房过五十亿 咱们角色的那个感觉说 咱往十了说行吗 往十了说好吗 哈哈哈 李幻英是不是刚走 哈哈哈 李幻英录了多少 八十 八十还八个 因为咱们都是十上人 咱们不跟人比 咱就是十上人 咱自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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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努力 往十了说 你预估一下票房多少 过五百万至少 五百万 太实在了 这根本是个基础吧 你看看这直播间还占了561人 五百万人 五百万那是雷家英的片头 我没拿那么多 我知道我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真没拿那么多 哈哈哈哈 我都出去了 没拿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拿 全把钱花在特效里 真的真的 这跟大家保证 真的 这样吧用角色的感觉介绍 就是说说这部电影 或者是推荐大家去吧 看吧 用一个自己角色的 你别说得太狠了你们 是啊 对你说说 我那个 不是我对忘了 一是忘了二是 我那个 我也演俩角色 我在这个科幻世界里头 我演一五世 但是那是电脑做的 不说话 头特小的五世 哈哈哈哈 特小都画在缩头上面 对 然后那角色不会说话 流浪地球的特效来做缩头 你俩角色大头爸爸小头儿子 你走行不行 哈哈哈 你离开这个直播间好不好 你演件衣服你画那么多 哈哈哈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作为一件衣服 我我告诉大家 我我因为我去配音 我把整个全部片子都看过了 真的是 首先我觉得路阳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 我们这一代的 特别优秀的导演 然后这个特效团队是超级强 大家真的是在用热情做电影 嗯 现在这样做事的人啊 不多了 你们真的好好去看 而且真的是实实在 这个剧 这个剧本首先有一个文学架构 它有文学性 然后又有娱乐性 然后又是一个硬核的 这么一个奇幻内影 它真的花了很多钱 嗯 然后特效 审美 美学什么 一切都在里面 所以值得看 值得期待 超认真 嗯 这段有认真的假 大家大年初一啊 记得去看 演的最少的说得最多 你说说真实 哈哈哈 杨迪哥说你演的最少 说得最多 是 那据你所说的感情 求生的 又充满我 这个小小言语 总能被你听到 哈哈哈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 八字八问的环节 就是我要用八个字提问 各位老师必须要通过八个字 来回答这个问题 挺好 哎我挺帅的 你说都显得不胖 是你吗 我减肥了 你显得都不胖 哈哈哈 手机好 第一个问题啊 我必须得八个字 雷佳音的扛奏指数 这个问题 扛奏指数 我们得八个字回答 八个字回答 行先答 谁 扛奏指数 他可一点也不扛奏 一点都不 这是事实吗 一点不扛奏 谁扛奏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要不要试试 真被打回来 忘死里打他还活着 哈哈哈 完全矛盾的 这两个 怎么打都打不死啊 那个啊 完全是臭数 对啊 人家抢答 只有一个答案 是吗 第二个问题啊 反派杨幂哪最弃人 这跟咱解释 两个字 几个字啊 八个字还是八个字 反派杨幂哪最弃人 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对 对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这个这个问题 刚我们聊过的答案 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不看一下 那需要四人全部回答 一秒都不看的 哈哈哈 一顿往下顺 哈哈哈 哈哈哈 是朝夕结束行吗 提是啥来着 没有我以为是 反派杨幂哪最弃人 哪最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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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比别的演员好 别的演员具体是谁 哈哈哈 别的演员就是郭晶 郭晶 郭晶 郭晶那位 有什么也好啊 算了我们放弃 你是不认识的 数字八个字有点难受 哪最弃人 我脑子里边 我脑子里边事儿太多 你知道吗 突然一下整成八个字吧 你有什么事 哈哈哈 杨幂自己答一下呢 哪最弃人 我不是说那个具体哪个演员 你自己哪最弃人 哪个演员 哪个演员 这是个问题 就是 哪最弃人 肤白貌美 人好 戏好 戏好 戏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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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好 好 真气人 这个回答更气人 哈哈哈 四个人都回答 哈哈哈 这个啊 啊 紫剑为电影做了啥 我们好像刚刚刚刚刷没有抽奖 刚刚没有抽奖 对 他们一直等着抽奖 全世界都在等着你抽奖 就喜欢那种bug 让大家刷完以后 你们就上来了 就开始一队选手 再也没抽过奖 除外的网友都 抽一个 抽一个 抽一个吧 不然大家没别的事了 硬子还得刷 哈哈哈 刷了半个多小时 说这个抽奖到底啥时候 好 小松来抽一个 我今天太慌了 我今天太太 为啥呢 主要是为啥呢 为啥呢 一个套路 不是不是 因为他们说让我一个人坐在来 然后坐这儿 跟你们坐一台 我也看过你脱颗色的套路 你假装慌 然后干掉所有人 是不是 半猪吃老虎 真的是 有知识人沉沉套路 真的是 游艺传月光 别这样啊 我没他装的像 恭喜这位叫游艺传月光的朋友啊 获得王牌家族千里照 游艺传月光 恭喜你 恭喜 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八字八问了 啊 紫健为电影做了啥 八个字 八个字 不能重样吧 我为电影演了戏 呀 哈哈哈 我发现就是字不够就拿语气词来凑一凑 刘雪 刘汉 刘泪 刘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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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的娱乐心到哪去了 我觉得紫健最厉害 最厉害的是说方言 哦 他最厉害的是说方言 因为我北京人其实就是那感觉就说方言是挺难的一个事 但我觉得他那个方言挺溜的 哪个方言 西里说的哪个方言 重庆话 重庆话 二人说的非常标准 非常非常标准 别别现在不来 哈哈 我是四川人 对话两句 我看下来一说两句来 跟着我抓嘴 真的还挺好 很好就是啊 他这个语言前后真的很好 跟着我干嘛 啊 啊 可以 你再问他他还这么说 哈哈哈哈 没有了 我跟着你 我跟着你相当你夹头起来 抓着抓着 OK 哈哈哈哈 等一下打扰了 哈哈哈 今天只准备了一句 好干你了 你有水平 来来来 你说呢 娱乐心的 娱乐心就是 批评我呢 你要说 你现在做了什么 他把撩着撩着说 对 那里怀表像露出来 为什么节目组给我准备衣服你们都不穿 你别要用这个时间去想 给你够多时间了 给你准备一下 意思这个问题我就想出来了 最娱乐心的一位 来 话筒给你 话筒给我 紫健 为电影 拿片酬 完了吗 拿片酬 你觉得好笑吗 哈哈哈 你说了个实话 哈哈哈 我大爆了 没人笑 算掉地上了吧 绝对掉地 掉死死的 我笑了 只笑 哈哈哈 形容一下自己 受了 受了 抓这 抓这 哈哈哈 行了 哈哈哈 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就不要拿了 哈哈哈 太高了 前面推的太高了 哈哈哈 我刚才练舞蹈来着 你刚刚跑来 刚才练舞蹈了 你不是比他好 哈哈哈 下面这个问题就是 形容一下自己的舞技 哈哈哈 练舞蹈的来 我以为 哥我以为你故意给我垫一句 我故意的 哈哈哈 形容一下自己的舞技 嗯 这个必须得每个人回答了 八个字 八个字 小松你先给回答一个 让他让这几位哥姐想一想 八个字 八个字 形容自己的舞技 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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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舞技 缺心眼儿儿童爱运动 哈哈哈 也掉啊 这也掉啊 八个字 确实最难的 我这最起码 没有在逻辑里 对啊 有在认真想 但是也掉了 谁来阻止我们 要去采牌了 我要去采牌了 啊 要去采牌了 那等杨明说完 各位老师要支持那个慈禅小说家 加油啊 希望你们接下来都有娱乐性啊 加油 拜拜 拜拜 我腿太细了啊 大面人 哇 有了 有了